大家好,我是小五爸爸 小五等喔 不知道一下你在線上嗎 嗯,有看到了,哈囉,你好 我們大概一樣喔,等五分鐘的時間 請大家上線 那我們會為大家開始 就是 跟大家討論一下,就是有關於2017年 幸福愛分享 今年最後的 這一場獨舊堂活動 那我們大概等幾分鐘 請大家如果這段時間方便的話呢 可以幫忙按分享 然後請周邊的朋友一起來看 那請他記錄加入我們的臉書 按讚追蹤 這樣才能夠收看到我們的訊息 看一下喔 對,我們現在只能再顧完 對,可能沒有很 沒有找到很適合的場地 好 那等會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直接寫在 可以直接寫在臉書上面喔 給我們 那或者透過Linead的群 Linead的一對一服務呢 留意給我們的線上客服 那我們Linead的搜尋方式 是你打開加入好友裡面的 你搜尋的ID ID用的方式是一個小老鼠 at 一個小老鼠 at 然後 叫做B-E-E-S-T-O-C-K 就是瘋鼓的意思喔 B-E-E-E 英文的AB的B B-E-E-S-T-O-C-K 這是我們一對一的服務群組 那或者是您直接在臉書上面搜尋 小富爸爸靈骨嚴重中心 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我們最主要的 目前因為要維護的 人士團比較多喔 所以我們集中在小富爸爸靈骨研究中心 這邊為大家服務 是比較有效率一點 人物說為什麼戴耳機 因為那個 現場的環境不是很好 我怕 可能這樣子我看起來會 我覺得會比較專心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今年2017年 幸福愛酒團的這個活動 為什麼今天是最後維生的原因 要到底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還有剩下一點時間 那希望大家在這個最後的時間裡面 如果要參加今年度喔 的酒團活動 現在可能就是 今天你看完以後 你可能明天 因為明天開始就是 working day喔 營業時間 那這段時間就要趕快去安排這些事情 這樣你還可以來得及參加今年度的活動 所以我們今天會花一點時間 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時間緣上定起來 不會超過一個小時 那上半部的部分呢 我會介紹一下 就是有關 今年度為什麼 這個維生的整個因素 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當然也會談一下我們 相關的服務 酒團的活動內容 再來是有關於便家的收益部分 這個粉配 那最後呢 會留一點時間喔 如果說 昨天有上來看我臉書直播的話 上面有很多的訊息 那這訊息是有關於 就是操作食物上面的訊息 那大家有留了很多的資訊 大家都非常留 非常的熱情參與這個活動 知道其實在操作上面 真的見面非常的多 所以使用了很多的技巧 大家都不大了解 有一次次白果 這個系統的部分 目前還有點困難 那因為 很抱歉 因為有人在戶外 所以我那個字看 看不是很清楚 是因為 你看我可能都是 因為今天大太陽 好 所以呢 我們大概會花點時間 最後的花點時間 來解說一下 就是有關大家留的這些問題喔 那我會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 可能會測身看一下 電腦大家留的問題 在上面喔 那盡可能可以回答的部分 我一定會回答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 稍等一下下喔 很久不止 那我會長時間 那我會長時間 一會兒 那我會長時間 不再得到 تعし 李嘉賓 能不能回答 我會長時間 會再去 很久 今晚吧 警察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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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自己 因為自己播是不能自己看的 好 沒關係那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今年度 2017 年 幸福愛分享的 糾堂活動 的線上直播 那現在為大家解說一下 今年 幸福愛分享的活動 其實首先要感謝 進入參加的這些會員 我相信昨天開始應該大家都非常的 忙碌 蠻辛苦的在 KIDAN 因為KIDAN系統真的蠻多的 真的很辛苦 真的我知道 那在未來的部分 我想我們系統 不論是合作的券商也好 或者是小不怕靈魂研究中 新的我們的系統也好 我想都會很完整的上架 那包含大家很多心中的疑惑 等一下我們會談到的部分 我們都會做哪些的準備 所以相信 今年度過後就不會這麼的 這麼辛苦 所以今年度真的會 大家參與我們的活動會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可以學習到的事物 真的會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那這些部分 我想可能 不見得你可能 在網路上搜尋 你可以看得這麼的完整 反而說起來呢 你在看我們直播的時候 可以談得比較清楚 可以比較深入一些 那當然 這裡執行上面會有很多 因為實際因素 可能沒辦法講太多 那 因為怕大家 聽課聽酒總是會疲勞 那 所以今天帶大家來戶外走走 OK 好 那首先先說明一下 今年為何 接下來這一週 是幸福愛分享 零股的投資 因為泛零股的零股活動來說 下個禮拜真的是個關鍵期 怎麼說呢 因為呢 接下來的 很多的 呃 零股的投資呢 你要先去購買它 那購買是你要花時間的 那交割之後呢 第一個 首先你要開戶 一定要開戶 開戶之後呢 再去購買它 購買了之後呢 上市櫃公司 他要進行所謂的過戶動作 過戶動作就是 確保你已經買到這些零股了 要把這個戶名要過到你身上 原來是在A這個人 現在要過到你身上 所以呢 當然這就要花時間 所以他會有一個交易日前的時間 所以呢 下禮拜呢 下禮拜一整個禮拜來說 事實上是一定是衛生 也就是說在下禮拜五之前呢 如果你能夠把所有的零股都買齊的話 基本上這個部分你都買齊的話 你今年度的收益應該是最瘋覆的 那換言之 下禮拜之後 呃 也就是 看一下時間吧 12加7 17 19 也就是 3月19之後 開始往後走的時間 也不是說你不能參加今年的零股活動 還是可以參加 但是呢 相對你持有檔數完整度的機會 就會降低很多 就會降低很多 所以 我們會建議在這段時間 有很多的會員為什麼在年初就開始 陸陸續續的在做這些的功課 做這些作業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你購買這些需要時間 所以呢 及早準備你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你如果在3月19之後往下 就是下禮拜 3月19號之後 不是 指的不是3月 是3明天之後 是 下禮拜3月19之後呢 你開始去購買這些部分的話 實際上 你有很多 呃 很多零股你可能買不到 那再來就是說 有一些已經公告了 你現在去追著買它 也沒有了 也沒機會了 那有一些呢 因素呢 是因為上市貴公司 當它在公佈的時候呢 呃 已經過了 你可以去購買的交 呃 你可以購買的過戶日 好 因為過戶日是前60天 那有一些是卡在55天 這個部分它有個運用操作的空間 所以呢 如果說 你沒有及早去準備的話 相對來說 你可能就是會來不及參加 今年度的整個集團的活動 換言之 你的零股持有的水位 可能滿 滿足點 好 可能不太像一般 急早準備 的人 來得這麼的完整 完整度來得高 3月19以後 你開始去 開始購入零股 還是可以的 但是呢 這個完整度已經相較於 在3月19號之前 去購買的人來說 一定會低很多 以目前來說 大概有六檔 是已經過期的 在我們的名單內 大概有六檔已經過期的 所以呢 還有很多人 可能還 如果說在下禮拜 陸續開始公告的時候 你會來不及 所以我們還希望大家 能夠 能夠早一點去做這方面的準備 那今天我們用這個時間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及早準備的這些好處 讓大家知道一下 為什麼 這是這一團 因為大家還要開戶 開戶之後 你還要下載軟體 下載軟體之後 你還要購買 購買沒有辦法 一次都購足的情況下 還必須要一直買 一直買 會花大家很多的時間 如果你不早點準備的話 實際上 就好像考試一樣 你永遠只看 最後一天的考試 再去參加這個 明天的考試 事實上你會比較辛苦一點的 所以我在這邊會希望大家 如果你真的要參加 經營度的 零股糾團活動的話 從明天開始 就用行動 可能會比較快速一點 當然有些人 可能在開戶上面 會有地獄性的限制 比如說 他可能在南投 比較山區裡面的話 會比較辛苦一點 不過我還是要強調 如果說 你真的願意 你真的想要參加這個活動的話 其實走一趟 營業大廳 現場開戶 零桂開戶 其實速度是最快的 你開完戶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跟營業員 拿你的 一定要跟他拿 對不起 要拿你的 拿營業員的名片 因為有相關後續事宜的事情 要處理的話 你可以請營業員 協助你 好 我再次強調 不是我們線上人員 不太想服務大家 實際上是 因為人數滾動的速度太快了 所以我們會盡可能去回覆大家 好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話 最好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 還是依照我們跟您說明的方式 去執行 會比較容易一些 好 接下來 我剛才已經有說了 為什麼今年度最後糾團的時間 已經是尾聲的原因 在這邊 已經向大家說明了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也就是說 越完去購買或參加這個糾團 包含你自己去執行都可以 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 從3月19號以後 往後走的時間 3月20 3月21 陸陸續續公布的時間 你去購買它 已經來不及了 真的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 也不是說來不及 就是說你的檔次 比如說我現在下禮拜 我再去買 我可能還可以接近 800檔的水位 但是呢 如果再隔一個禮拜 你去買的時候 你可能最高的水位 只加600檔 好 可能比較誇張一點 它可能會變成只有400檔 好 因為呢 上次公司開會的時間 可能在同一天 當它在同一天的時候 一次銳減的速度 是很快的 可能是用百家的速度 在幾天當中 可能幾百家的 我們所提供的資訊 一定就會被購買完畢 所以 所以你一定要趕這個時間 要早一點做這個動作 好 對你來說 會比較不受到任何的影響 也就是你持股的檔數 會比較滿檔一些 OK 所以 下禮拜是很重要的關鍵 如果你真的 想要幫自己做一個很好的 零股投資計畫的話 其實下禮拜 是今年度一個持有滿檔 持有滿檔最重要的時間 好 這是最有關於這個問題的總結尾 其實下禮拜是最重要的時間 那再來呢 就是有關於大家 所關心的 就是如何參加我們零股糾團 參加我們零股糾團 其實非常的單純 其實你只要在Line Line 你先透過Line 搜尋 你就先搜尋 at 然後我剛才提到的 B-E-E-S-T-O-C-K 先加入我們一對一的服務群組 那加入之後呢 如果說你沒有辦法找到這資訊 在我們臉書上都有 如何加入的方式 要記得加一個小老鼠 再加上那個ID 好 就是我們的英文代號 就是B-E-E-S-T-O-C-K 當你加入之後呢 沒有問題喔 就是我們會 立刻會有線上的人 將我們的活動的簡要 簡單的概要 一次把這個訊息給你 給你之後呢 當然請你務必要留下 你的中文的大名 你的聯絡行動電話 以及你的地址 姓名 聯絡地話 電話 聯絡行動電話 以及你的聯絡地址 好 那為什麼一定要 最主要大家都有質疑 為什麼要有所謂的地址 你只是想了解這個部分 我是要跟大家講 因為要避免大家的時間上浪費 你留下這個地址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當我們在分配你需要去券商開戶的時候呢 如果你可以給我們很方便的聯絡地址的話 甚至你可以給我們兩個 我們可能可以直接指派 就近的營業員就服務你 或者你可以直接到你方便的一個營業窗口去進行開戶 在人的調度上面 不管是在參加的這些會員 各位來說 或者是我們在人力的協助調配上面呢 如果你能夠讓我們明確 我們協助的會更有效率 所以希望大家在留這個資訊的時候 能留下你的完整的姓名 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就是你的行動電話 再是地址 地址你要提供一個或兩個都可以 這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這三個部分是你要留下的基本資料 當我們線上的客服人員看到這基本的三個資料以後呢 我們就會將我們的服務合約書 我們透過LINE把這個資料丟給你們看 丟給你看之後呢 接下來你當然就是列印下來 如果說你通過LINE你沒有辦法列印 沒有關係 你可以告訴我的E-mail 你就說我的E-mail是什麼 請你寄給我 我們線上客服人員看到之後呢 就會把這個資料寄到你的 有在你的E-mail信箱裡面 讓你比較方便列印 那列印之後 好列印之後呢 你只要簽名 用透過手機拍照 再上傳LINE回來給我們就可以 就完成這份合約 那有的人會看到說很特別的地方是說 我們怎麼會再又蓋一個印章 然後就再把這個部分再回覆給大家 其實合約的部分是儀式兩份 這個部分是儀式兩份 所以呢 我們給你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保留一份 當然這看起來你好像是拍照 你覺得這沒有法律效力 其實這絕對有法律效力 你自己要將這個部分先保留下來 那我們也會留下一份 一份 所以呢 等於是儀式有兩份 好我們合約完成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會給你一個活動代碼 活動代碼總共有5碼 是9開頭的 90多少的活動代碼 或者是91的活動代碼 我們把這個活動代碼給您之後呢 你就可以憑著這個活動代碼 到我們提供給你的服務券商 進行開戶動作 那開戶的時候 我剛才有提到 就是說你要將活動代碼 告訴營業員之外呢 記得跟營業員索取你的 索取一張他的影片 好有關於帳戶上的執行部分呢 都可以請求這些營業員來協助大家 這部分要跟大家特別做說明 好這是我們執行上整個流程 那您開完戶之後 請你通知我們 方便的話你可以告訴我們說 你已經開完戶 好那我們會把 如果你最快的方式 你就說你就只要拍 就是說我的帳號已經好了 好一樣拍個照 上傳給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會提供會訊 會訊會將我們要購買的 這些上市規公司 將近800檔的部分資料呢 一樣提供給你下單 好一樣提供給你下單 那當然這些下單的 資訊的內容 或操作方式呢 可能你可以去看 昨天臉書上公告的 這個下單的一些技巧 那因為等會我會再補充說明一下 透過PC下單的部分 昨天大家丟了非常多的資訊出來 其實是蠻好用的 那看看大家就是找尋一個 比較適合自己的方式 來做下單的作業 OK 好 實在是看不是很清楚 OK好 那沒關係 那我就繼續往下說 就是 就是 這是我們整個糾團的在 你在Lite 你要加入我們活動的這整個的過程 好 我不知道講這樣會不會太快 沒關係 那我盡可能如果說 我還會想到什麼 我再補充好了 所以 接著呢就是你要下單 下完單之後呢 其實你持有之後呢 我們會有上架一個系統 那目前有關於這個系統的部分 因為現在還有一些資料 在測試當中 所以還沒有提供給大家 未來大家可以透過這個系統 未來大家可以透過這個系統去查詢 個人帳戶內 所以 所有跟 小福爸靈骨研究中心 糾團裡面的靈骨的資訊 那這個資料呢 我們會提供給你 那當然也有 也有粉絲問我們說 那如果我是一個家庭戶 甚至我有十幾個人 一起參加這個糾團呢 當然是沒有問題 我們在這次的系統開發裡面 你可以用一個 一個電話號碼 管理 比如說 您底下 自己的家人 或者整個家族 來參加我們糾團活動的 這些資料 當然第一次見檔 大家都會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如果把這個資料 進檔完成之後呢 之後你就會比較方便去做這些的管理 不是你要透過手機 你個人的手機 你可能是 像我可能掌管家族 比如說 50個或100個 OK 你就登入你的手機 那底下會有所有人的List的清單 那你每個人都要去做查詢 我們會提供清單讓你查詢 那當然你自己的家人的部分 如果他想要看他自己的 靈骨糾團的這些細項 可不可以 答案是可以 他們可以透過他們的身份證字號 好 身份證字號 以及他們登入的密碼 可以查詢到 他的靈骨的細節 也就是說 我們幫你進行變價的部分 這些細節的內容 我們都會提供給你 那當然現在系統還沒有好 所以大家會很 很著急 希望你能看到 其實我也蠻敢的 但是 時間真的很緊迫 所以 這方面問題呢 我們會再 我們之後會再通知大家 這個 請大家 要稍作忍耐 這方面我們現在 可能沒有辦法回答 那麼完整 因為所有人 工程師 每一個都好辛苦 我看他們寫的都快暈倒了 真的 但是 內容蠻多的 可能剛開始上架 甚至這些系統的完整度 都不是很夠 也請大家多見諒 多包涵 因為畢竟 這個不是一個很小的系統 要寫的內容蠻多的 並且 我們未來 因為對於有關於 城市交易的部分 我們有做了這樣的規劃 所以我們在寫這些系統的時候 這個規劃上面是比較 是比較辛苦的 因為有創接一些系統 好 不管 城市交易部分 日後有股票的投資 或者是期貨的投資 這方面都會有這樣的相關的資訊 所以會花多一點時間在這上面 OK 所以後面的管理系統呢 我們還沒有提供給大家 那目前來講呢 下單的部分 很單純 就是只有券商 就是只有券商的部分 那券商呢 因為 現在目前合作券商有兩家 他們分別有PC版 也就是所謂的電腦版 也有APP版 就是電腦版 所以呢 如果在使用上面呢 你能夠單純在一家券商交易完成 當然是最好的 但是 實際上 會有執行商的困難 是因為系統的開發上面 因為有不同的廠商 所以也有一些 券商也有一點點小bug 但是不是那麼完整 那我們也會提供給他們 請他們進行修正 那有一些是 法令的因素關係 所造成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讓大家用得這麼流暢 那再來也有可能是自己 券商的內規問題 造成它沒有辦法讓各位使用這麼流暢 這些都是問題 當然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我們的活動叫做幸福愛分享 所以呢 如果你有發現問題 或者是說 你覺得有比較好的解決方法 你有問題 沒有問題 就把它丟到 臉書上面 可以讓其他的連友都可以看得到 其他的連友都可以看得到 那解決的方式 如果你有比較好的方式 也歡迎你可以分享到 分享到我們的臉書 提供給其他人參考 其實我昨天也看了蠻多的 就是 這是一個真的非常非常好的活動 有很多人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就是願意 把自己很好的經驗分享給其他人使用 有一些像PC版的操作上面 確實連我都還不清楚怎麼操作 因為畢竟 我現在的時間可能比較忙一點 他們都在用所謂的 我也是用手機來操作 因為雖然我覺得慢 但是 一檔一檔下去還滿 還OK啦 不會出錯嘛 那當然 昨天其實我也有提到 現在券商在開發的是一個叫批次下單的部分 那原定的計畫 他們下週應該會有一定的完成度 但是完成度到哪裡 我不是那麼明確 並竟我不是券商 所以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但我相信他們也非常的敢 因為希望能夠協助大家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內 比如說批次性的下單 那批次性下單也有它的困擾 比如說我下完之後 那隔天我是不是能夠再使用一次呢 這個也是個問題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看到完整的程式 所以我也不敢跟大家做說明 但是呢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有關於批次下單 今天如果出來的時候 你在使用上面的時候 一樣特別留意 當你下完單之後 它可能你第一次交易的OK 可以全部下出去 或者它可能有設定勾選的方向 讓你勾完 你確定你有缺的才勾 這些表單我現在都還沒看到 所以我沒有辦法那麼明確跟大家說明 那如果你在使用的時候 千萬記得 如果你已經持有該檔股票 也就是我們目前隨為定下來的八百檔的話 請你要記得喔 就是不要再重複買 暫時不要重複買喔 因為零股的就算計畫呢 我們最重要的目標呢 是先讓大家能夠有穩定的收益 之後呢 我們當然希望有 我們希望能夠提供更多的 獲利的機會給大家 投資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型態 我們其實都有陸續來研發 那當然你 您願意參與我們小富豪林股研究中心的整體活動 我相信時間越久 你會發現 我們或許在執行上面 沒有辦法那麼的完整度 也沒有辦法讓大家期望的 就是一百分的一個團體 但是我們確實朝這個方向 在努力當中 但這當中最主要的過程裡面 是我們秉持一個信念 我們與小資族一起奮鬥打拼 我們相信喔 我們未來有更好的投資的方式 我們也確實都有在研發喔 大家其實都有看到 我們有這樣相關的一些訊息 在露出 那 可能還是要跟大家講 你相信我們 就跟緊一點 跟緊一點 我想你 基本上 你會有很多的獲利機會 也請相信喔 也放心啦 應該這樣放心 不是相信 請你放心 我們絕對合法 合規在執行 所有的 各種的投資事項 那你們有很好的投資 你們有很好的 我們會提供很好的投資方式 給你們使用 所以你們可以 你們可以很輕鬆的 慢慢累積你們的財富 好 我不會讓你們變成是一個很負擔的 好 當然有財富的人 你想要更有財富 也歡迎你使用我們的工具 我相信 很多參加舊團的朋友 其實本身的 家裡的條件也都不差 都有 也有很多人家裡條件是不差的 那你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無非會覺得說 我們其實是一個 蠻特別的團體 這個game也是蠻好玩 蠻有趣的 我相信你應該有這種看法 有些人其實甚至也不在乎 玩手續費的部分 20塊他也覺得OK 沒問題 只是為了應該配合我們的效率 好 我們的合作的券商是哪一些 所以他就選擇我們怎麼安排 他就怎麼執行 好 所有執行上面 其實都是很單純的 好 我們提供的資訊 最大的方式 包括我們溝通方式 各位可能看到 我們會有些要求 好比說你有很多問題想要提問 但是你會發現 我們線上員只會回答部分的問題 好 因為我們的遊戲規則是這樣子 你必須留下基本資料 姓名電話聯絡地址 我剛才有提到過原因 如果你沒有留下 這個基本的三樣資料的話 我們也會看法是 線上客服的人會認為說 你想要問很多的問題 好 這是一個互相的平台 雙方要有誠意 你想要 你要按我們的規矩來 按我們的規矩來 不是我們要強迫 或者是我們自私升高 其實很單純 我們希望有效率 好 那如果有效率的 雙方要在很有效率的互動之下呢 您可以自己靜下心來去思考 到底哪些部分 對你來說是有利 哪些是可能不利的 哪些或者是你覺得比較妥當的 哪些你覺得不妥當 你可以自己靜下心去思考 但是畢竟喔 一個團體可能沒有辦法有滿分的表現 好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我們的團體 其實在這方面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很多優質的粉絲會員 其實表現出來的都是比較大方的 當然我不能說 有的人對於每個資金投資報酬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不過呢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秉持我們的活動精神 你覺得幸福的事情 記得愛把它分享出去 愛分享出去 好 盡量可以分享出去 也請大家可以幫忙 去跟周邊的好朋友說明 其實我們很多的 很多的粉絲會員加入都是 都是一個非門禮分明 就是一群一群的加入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們活動的方式很單純很簡單 好 所以整個的知情方式 就是依照我們LINE上面 你一旦加入 一開始加入一堆服務的時候 你留下的訊息就很快速 好 新名電話地址 地址我剛才再次強調 就是為了要方便大家能夠聯繫 安排券商的就是究竟的服務地點 這三個東西我要再次強調 那你列完之後 我們就開始有一定的互動 那一定要看我們上面寫的內容 請你配合我們 我們也會協助你 盡快去完成整個開戶的程序 跟下單的程序 因為畢竟時間只剩下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之後 3月20號以後 如果你在參加糾團活動 不是不行喔 但你持有的檔數 滿水位的部分 也會變成持固比較低的 好 所以這個部分 一定要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其中喔 有關於參加幸福愛分享 久短活動裡面喔 比較重要幾個問題喔 當然第一個是 有關於分潤的部分喔 分潤的部分 要跟大家說明跟報告一下 我們的合約書商品有載明 大概有兩大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理卷類的 第二個方向呢 第二個方向是商品類的 那理卷類的其實是比較單純的喔 商品類的部分呢 事實上是比較複雜的 那有關分潤 非常多的人詢問我們喔 我們到底要按比例 還是用什麼來裁分喔 這塊平常性說 現在很困難 很困難 到底要怎麼去分這一塊喔 那原因很簡單喔 李卷他很單純 但是呢 李卷也有市場的波動變價問題 好 他波動變價的問題就是說 OK 那這個部分 如果說 市場虛頭度高的時候 他可能單價會往上拉 好 那如果市場虛頭度低的時候 他的價格就往下降 所以這是個理卷部分 但是事實上 他是比較單純的 因為畢竟 有價證據的部分 大概就是單純如此而已 那商品類的部分 就非常非常非常的複雜 包含呢 我為什麼說要提到非常的複雜 如果說我們要領的東西 現在連你都不清楚 更何況是 我也不會知道 那既然都不會清楚的情況之下 請問一下就是 喔 其實反過來應該這麼說 到底要多少的人力 以及多少的倉庫 種種的細項問題 來解決 其中包含 變價的這個作業程序 到底該運用多少 我相信 如果您來執行 跟我一樣 也沒有答案 好 這是靜下心來思考這件事情的話 是 事實上是真的沒有答案的 那包含呢 這些部分的處理的時間 又要多久 我也不是那麼清楚 好 我很 很坦誠客觀的談 喔 真的沒有把握 當然我們有另外的廣告公司 可以是比較有效率的方式 將這些商品做一些安排 好 但是呢 畢竟呢 很多問題 他現在還沒有公告 也就是說 今年度的商品會是什麼 你跟我都不清楚 所以有關分配的部分 其實我也真的不知道 好 那你 或許你可能會覺得說 那我分配上面 是不是能夠有一個確認啊 或者是 能不能確保我的收益啊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個依照金融法規的規定呢 雖然我不是金融機構 但是呢 我也沒辦法跟你說清楚 因為未來的事會發生 我如何能夠說清楚 好 那但是呢 基本上 我們比較談 零股九段活動 這個是一個框架 這個架 這個架構基本上 您是一個投資的本金 投資之後呢 確實每年的股東紀念品呢 有一個專責 非常專業的機構 可以從頭到尾 幫你服務的完整 我想這是我們最特別的地方 包含呢 就是服務的券上也好 包含呢 就是後面所有的 帶領的作業也好 包含呢 所有的便價作業也好 其實我們是一條龍 可以全部一起處理的 這個機構 所以呢 原則上 加入我們好處是什麼 其實兩個字 輕鬆 三個字叫很輕鬆 好 就是說就是 我們提供了給你的系統 那這個帳戶呢 你只要登錄以後 你就可以查詢 我今年度會是多少 好 那也有很多人問說 那這個便價的部分 到底會有 是不是一次作業呢 還是陸續作業呢 答案會是陸續作業 因為很簡單的一個方向 我們來思考一下 商品當我們領為以後 我們要去做便價的動作 它是不是一階段一階段一階段 在處理這些貨品 那如果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在處理這些貨品 相對來說呢 我們才能夠把這些東西 分潤之後呢 再反饋給大家 就是這樣子 所以它的資料的更新 那當然你說要更新 要是一天更新 還是兩天更新 還是一個月更新 我只會回答你是 我會盡可能 越快越好更新給大家 讓大家能夠很快的 掌握到最新的訊息 我想這是我們要專注的工作 我再次強調 並非我們不願意講清楚 是很多事情很不清楚 現在怎麼講清楚 這個我還是要強調一下 這個是真的困難的地方在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多理解 多包容 就是我們執行上的困難 那以現況來說 其實執行任務 反而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要 你就是要趕快加入我們 然後呢 趕快把基本資料留給我們 把合約賴回來給我們 好 這部分你一定要動作很快 我們才能趕快幫你按來券商 的營業人員幫你開戶 你千萬不要忘記 因為 音樂園也是有限的 時間也是有限的 時間 人也好 時間也好 地點也好 這三個要件真的都是還蠻困難的 在 接下來的 五個工作天裡面 當然如果你有辦法 成功說服營業員走一趟幫你開戶 甚至他帶行員去幫你開 那當然也是非常優秀 我是沒有辦法 但是有些營業員 其實 我相信有很積極的營業員 他們也很熱意服務就是 你可以協助他們有比較多 投資戶 比較多賬戶的人 要參與投資的 我覺得這是 我相信他們會 樂意與行員一起來協助 不過要強調一下 請大家 前往券商開戶的時候 千萬不要說人頭戶 我們沒有提供所謂人頭戶 這個很容易造成誤會的 我想 整個投資的行為 是大家覺得是一個不錯的計畫 而參加的 那你如果要請你的家人去開戶 請務必也要說明一下 你是要來投資的 不是開人頭戶 我們沒有洗錢 我們沒有那麼複雜的行為 好嗎 整件事情就是 你自己覺得OK 那你就join這個game 那你覺得OK 那你就是參加這個活動 不會很複雜 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弄得好像 因為當然也有很多 先前有一些頭 有很多 應該想說同業嗎 應該說是前輩 前輩他們可能真的找了很多的 對 人插戶去開戶 但是我們真的沒有 好 我相信大家都最清楚 我大家是很辛苦的在那邊 一筆一筆在敲 這些資料 這是非常的辛苦 好 那你認同這樣的投資行為 你來參與 我們非常非常的開心 那當然我們 我們的這樣的機構呢 也因為大家呢 能夠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務給大家 我們也真的很開心 那我還是要再次強調一下 鄰骨糾團的活動 他的 這麼說 如果參加的人數是越多 大家的負擔會越低 收益就會越高 好 參加的人越多 很簡單嘛 就是我舉個例來講 比如說我們要去領一批貨回來 那這一批貨呢 如果說是 一萬個人 跟一百個人 那同樣都會有工資的問題 還有要處理的問題 當然這也有含變價的困擾 都有 那這麼多的各類的問題 同之間存在 在基本的處理上面 一定是人數參加的越多 糾團的體系越大 那今天如果 我們要去做執行 作業的時候 大家的負擔就會比較輕鬆 其實他的概念跟保險很像 保險的概念也是如此 就是 彼此間做一個 風險的分攤 那同樣糾團活動的狀況也是這樣 就是人數越多 大家的負擔一定會更低 基本上是這樣 當然也是有例外的狀況 不過他的核心還是在這邊 這塊呢 是我要跟大家做說明的 所以呢 希望如果說 你對於 靈鼓球團活動是 非常喜歡的好朋友們 真的你可以把這個訊息 告訴其他的好朋友 讓他們知道說 這個活動其實可以實際上 帶進來的收益有什麼 以及他未來能夠提供的相關服務有什麼 是歡迎大家可以一起來 參與這個活動 那 以上呢 是今天的 靈鼓球團 2017年幸福愛分享的活動 整個說明 那我接著呢 接下來要跟大家說一下 有關於下單的部分 昨天的一些大流的問題 因為我們下單的系統 目前總共有兩個券商 A券商跟B券商 B券商是後面的 A券商是先前開的券商 華差券商 以及國差券商 那 國差券商就是B 那 華差就是A 好 那A券商呢 因為他有一些 新貴的股票 可能通過PC版 不管是A或B券商 這兩個的 他PC版 電腦版的下單 當然新貴的部分 可能沒有辦法很順利下單 好 這塊請大家務必要留意 那你要怎麼改變呢 就是 或者你要怎麼購買這些 新貴的股票呢 那很簡單 你就透過APP下單 手機是可以下單 這塊沒有問題 好 這是我們 目前就是 有一些新貴 昨天到今天 反應比較多的部分 那因為我本身是透過APP下單 對我是手機下 基本上沒有遇到這塊的問題 但是如果說你是透過PC版操作的話 你可能有辦法 有些部分沒辦法下單的 OK 那你就透過 你就透過APP下單 好 他或許他下起來 速度比較慢一點 不過 四百筆 一筆一筆 慢慢喬 其實還蠻快就可以完成的 這一塊 大家 如果 你不太會用電腦工具的話 我還是建議用手機這樣下單 可能會比較有效一點 好 那 我也再次強調 就是有關於A券商 因為他有一些 全額交割股 全額交割股 它是不管 它是沒有辦法掛預約單的 它必須要存錢到 幾保帳戶內 所以呢 你看這個其實我已經宣到很多次 包含在會訊裡面也有說明 全額交割的部分 在A券商 你必須把錢存到幾保帳戶後 才能進行圈存 圈存後才能下單 所以它的程序上是比較麻煩的 好 這一塊還是再三的提醒 大家一定 務必要留意 那 有沒有可能 這次下單的結果 造成你有部分在A 部分在B 答案是有可能的 但是只有一個重點 你的 民股持有部分的地址 一定都要在 我們公司的地址 200號 12樓之3 跟12樓之4 好 那我們資料上面好像忘了漏打12樓 那請大家記得要補上去那個12樓的部分 對 200號12樓之3跟自4 那確定是我們公司 音樂員問我們這個問題 那如果你有空來這邊參觀 我們也非常歡迎 這OK的 這沒有問題 好吧 那下單的部分還有什麼比較特別的問題 我想一下喔 好像只有這個部分 喔 有透過PC PC版的這個暫存資料 講的部分 它能用多少次 能不能匯出 呃 實際上是 它是可以匯出啦 我有測試過可以匯出 但是 很 那個 那個會更複雜 因為它匯出的是一個 叫做XML檔案 那對於一般 如果你有寫系統的人 OK 你有在摸程式的部分 我想沒有問題 可是一般人要使用 比如說你下載後 再轉給家人去使用 這個會有困難 那因為程式碼的部分 如果錯一個扣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順利執行 所以我還是 跟大家強調一下 PC版它的好處是 因為你打Keyboard嘛 比較快一點 你可能 四五百架 一下打一打 然後再按Send送出 可能就好了 或者是你打一百架 就按Send送出 也就OK了 PC版的操作 我建議大家就是 最多一百架 就要送出一次 好千萬不要一次 打滿以後再送出 因為如果出了一個問題以後 你要從它 其實應該令人沮喪 好 那建議如果說 PC版的部分 你要操作是這樣的方式 就是每一百架送出一次 那 你在滑叉 的電腦版要下的話呢 因為全額交個股 是不能夠下單的 好 下了也會失敗 所以你一直看到 失敗的原因在這裡 那如果你在B券商呢 新貴它是沒辦法下 好 所以呢 兩個都能下的部分 只有 B券商的手機版 它可以一次執行完畢 所以總共有四個工具 A券商跟B券商各有電腦版 還有各有兩個是手機版 那最完整的當然是B券商的手機版 不管是全額交個股 或者是一般普通股 其實或者是新貴股票 透過手機都能下 那掌停板的那個區間 能不能設定 答案是可以 你要拉那個下拉式的那個bar 它有一個bar 你要把它拉到那個掌停的位置 才能夠下 所以最方便 最完整 然後一次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事實上是 B券商的手機APP版 那A券商現在不管它的APP版也好 或者是它的PC版都還有些問題 所以這個在使用上面 這四個工具 大家要懂得怎麼去運用它 會用起來有點稍微複雜一點 如果你在滑刷券商使用的不完整 你可能有些就會跳到B券商裡面 至於大家怎麼使用部分呢 可能如果真的用起來還是不大清楚的話 我們臉書上面真的還蠻多好朋友 有分享整個的操作的細節 你如果這個執行不通 那就是另外一個地方應該就可以通了 那這個有一些 有一些系統設置上的問題 我們會反映給券商 讓券商趕快去修正它 那有關於今天 SIM5i分享的 SIM5i分享的這個靈體交換活動 我想大致上的內容就是這樣子 跟大家報告到這邊 那接下來如果我們有其他 有關於城市交易的部分 我想我等到我們的系統整個上架之後 會再找其他時間陸續 陸續為大家解說 那我們也希望到時候會有更完整的解說方式 包括我們可能透過YouTube去開 線上直播可以帶畫面操作 讓大家會比較清楚 那有關於現在的部分會比較 比較 可能沒有辦法在線上跟大家說 城市交易的部分 可能要透過畫面的解說會比較清楚 我來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新貴的零股無法用掌聲架購買 在B券上的部分是可以的 然後下週證券下單 要先把這個資料Key完之後 剛才有人提醒我 要跟大家試問一下 所謂戰存甲的部分 就是說你把資料Key完以後 要先暫存在戰存甲內 之後才能進行下單 另外一個人說 App下單如果今天沒買到 那隔天能直接 可以啊可以 可以再下去買 這個部分 不過還是強調一下 大家在下單的時候 如果當你單下完 你要再去檢查一遍 其實我下完單 我自己的習慣 我也會重複檢查 看看裡面的內容 有沒有重複下來 比如說同樣一檔 然後我下了兩筆 有這樣的狀況 我也有發現過 所以這部分也請大家 務必要留意 就是下完單之後 尤其是預約單 所謂預約單就是說 像現在你要開始下 今天還可以下 下到明天 下到明天的 明天的一點 對不起 下到明天的2點半 之前都可以下單 那 我還是要建議大家 下單完以後 一定要檢查 因為齁 這也要再提醒大家 很重要一件事情 下完單後 如果你沒檢查 你有可能買到一張 那一張 如果到時候 你沒辦法付這個費用的話 會變成違約交割 那這樣子 對你來講 是一個信用上的困擾 那當然同時間 造成了很多人的困擾 券商也困擾 因為要跟你追 這筆款項也很困擾 對 所以這個很麻煩 我看一下 部分買不到 部分買到 喔 買不到的部分怎麼辦呢 買不到的部分 我昨天有提到 兩點半之後呢 兩點半到三點之間呢 它可以再 它是進行撮合的 到三點 其實大概兩點四時 會撮合完畢 三點之後 你就可以查詢了 那查詢這些資料 你就會發現哪些是未成交 未成交的部分呢 你可以再接著下單 好 可以再接著下單 但是那個資料 只有保存到 資料庫更新的時候 所以當天 應該都還有效 千萬不要弄得太晚 比如說到 9點10 這個我可以再 可能要再去複查一下 它資料更新的時間 有可能是隔天的 早上的8點或7點 也有可能 但是呢 如果可以的話 你先把那些資料先抄下來 因為這樣你買起來 速度會比較快一些 嗯 好 那我不知道大家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 這裡其實我是看不太清楚的 好 如果說大家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的話 那就 好 好 謝謝你按讚 好 那 今天就為大家分享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